郭老師你曾經從50萬把他變成 一年變成500萬 10倍 怎麼做到的 第一個 我常常講視覺化 在行業好的時候 A咖的股票最好做 那現在我們又講說 什麼A咖的股票最好做 什麼叫A咖 主流股嗎 對 然後這裡有一台車子 是我小時候夢想 這是CLS 陳老師知道嗎 對嘛 你們買股票的夢想 就是買車就對了 然後我自己 因為我都習慣手寫做功課 我就發明第一個叫ALS 猜得到我就給你四個號碼 不是我中美賣賣站的標的 然後ALS就是所謂的 A咖量收 ALS 我常常講 我們只要掌握主力籌碼 就可以知道說 這台股票後面有故事 因為我們投資朋友 可能沒辦法像一些經紀人 就要說這家公司後面有什麼故事 我們不知道嘛 可是籌碼會說話 那主力籌碼是自己的錢 可是外資投信是大家的錢 所以主力籌碼一定是親公司派的 也就是消行靈通者 那你看台南是不是 在海美欠賣前 是不是主力籌碼一直賣 角度出來了 所以你是看籌碼的方式來選擇 基本面為主 然後我們用主力籌碼去輔助進出場點 因為這些錢是真錢 主力的錢 金山山價錢 這是真錢 所以是不是A咖角度出來了 那我們怎麼貼心去 第一個你A咖之後亮縮 亮縮之後我師父恩師差人跟我講 因為每個人都有恩師 有啊 年上年老師 年上年老師出來恩師 恩同在照 然後這裡主力買這麼多他怎麼出貨 你們覺得怎麼出貨 當然是一定要拉高出量 所以只要量縮之前 5MA沒有拉到10MA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切進去 當然有一個前提 這個搶短了 你不能講短這邊就是可以找到波段的 那有一個前提就是 你任何做都一定要跟大盤相關 因為你空收者現在進去的時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要跟醫院講說 如果大家你跟我講一下 我就可能要出股票 但是你不要買賣有關係 你可以等下一次這樣整理的時候 量縮抽碼進來再進去買 這是A咖的股票 那第二個是不是 像 這一個一樣 因為現在中美貿易戰 我們要找一些 不受它影響的 內性肝嚴股 或是一些其他有沒有電子股 沒有受它影響 那你不用去猜 到底有沒有影響 籌碼會說話 人會說謊 籌碼不會說謊 所以你看這裡是不是 主席籌碼一直進 法輪也一直進 它這裡是不是一個 攻擊發起線 只要股票整理很久之後 衝破連線 那你怎麼判斷它籌碼一直進的 你的進場時間點 第一個 只要你資金夠 籌碼一直進的時候 量縮就可以建立起第一步的一個 基本石股 那如果投資朋友你資金不夠 大部分都是資金不夠 不是簡單 你就看60分鐘KD 因為你要做功課 60分鐘KD你發現快打勾了 隔天有出量了 你就可以進去了 都是從技術分析來看的 對 然後這邊的時候上影線 我跟我兒子女兒講 上影線是避雷針 那上影線為什麼不怕 我檢查抽碼 上影線主力抽碼進 法輪也進 代表這個洗下來是主力接球 補足一下郭老師的女兒5歲 聽說已經會選股票了 下次請來節目當來賓 5歲會選股票 神童 神童 用股票賺錢 第三個就是漢堂 不是大家去買漢堂 因為我會follow他 為什麼 第一個是不是他也是籌碼一直進 那籌碼一直進 之後法輪也有進 是不是腳都一出來 可是這裡拉到10MA去整理 漢堂是因為 介紹我們一個美光的一個單子 會接力式的成長 所以這個你要注意他有沒有在迫事 沒有就可以找買點 OK好 費隆寧的方法是什麼 你也是看技術面嗎 我們這邊沒有人看基本面 都看技術面 基本面 你是看基本面 現在股票大跌 最好的時間來了 現在要講兩個故事給大家聽 第一個 最好時間來了 最好時間來了 營建股 這一支三發建設 對 去年 如果你有去看他的財報 你會發現他台南的 三發會世界的預售屋 有53億的總銷 對 裡面基本上他已經賣了 接近三成四成 一直到年底 五成 那你會看到營建股 你只要買在低檔 那確認他 預售屋交屋非常不錯的時候 你在交屋前半年進去買 低檔布局 怎麼確認他的交屋情況不錯 交屋情況不錯 你可以現場實際去看 預售屋拆掉了沒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上那個Mobile01去看一下 每個消費者對於這個建案的討論度 Mobile01就可以來選股票 都可以 這個很方便的 所以 今年北中南都有一家營建股都要入賬 所以都還有機會 這是第一個 你說是交屋之前前半年 交屋前買 低點買 那因為他交屋後的EPS 只要是3塊4塊5塊 股價就翻一倍 你要記得 這檔是交屋前的嗎 這檔 你看這是去年低 已經漲那麼多了 這個是現在啊 他是從12月開始交屋 所以一路漲了 所以你看市在跌 他沒有跌 對 那怎麼知道他快要交屋的前半年 這個時間點 有個591 我現在還在賣房子 所以做股票開Mobile 還有跟591 591的新房屋 都有那個建案交屋時間 都有 去上面看一下 這間上市櫃公司是在 他會寫2019下半年 或者2019第四季交屋 那就往前推 那你再勤勞一點 就做個高鐵 或者是騎摩托車 或開車去建案 實際看他該到哪裡 這是我會做的事情 OK 所以你假日是在逛房子 請你逛房子 邊買房子 邊做股票 對 連在一起 就這樣判斷就可以了嗎 這是營建股最好判斷的方式 只要賣完 他要完工了 然後前半年先進場 只要他賣得好的話 等他入賬股票就漲 而且現在 現在很多民間社團 都在做這種營建股 真的啊 對 沒有風險不會賠嗎 這個營建股入賬之後 都會把股息配出來 所以有高現金值利率保護 OK 所以這都是他 很輕鬆賺的一種方式 對 然後再來另外一支 這檔漲高了 還有另外一檔嗎 沒有這個是營建股的範例 我說現在北中南都還有 請大家到591去搜尋 再來另外 告訴大家方法論 自己找 寫糖基 泰伯 是不是去年大幅上漲 泰伯上漲的原因 寫糖基的商業模式 跟邏輯故事 跟以前我們買印表機 買墨水送印表機的故事 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寫糖基是 你買四片 我送你寫糖基來 涼色寫糖 所以泰伯呢 他的商業模式 其實他在歐洲 歐洲是全球 老年人口最高的國家 那在歐洲這個地區 他們在前幾年的經營 就是我不斷的送你免費的機台 那你用我的機台 你就要用我的四片 那用這樣的模式 帶動他後面未來四片 因為四片的毛利率是50到68 機台越送越多 後面四片的需求越來越大 反觀過來這一支 這一支是五頂 以前寫糖基裡面 其實他還是研發的龍頭 那但是他打錯 你現在講的是現在可以投資 現在可以投資 他從80塊跌到現在30幾塊 為什麼掉這麼多 因為他打錯市場 他以前打美國市場 結果美國市場被歐巴馬的健保法案 打下去 美國市場一直掉 所以這幾年他積極轉型 在供歐洲市場 已經佔50%去年 所以接下來歐洲市場的機台出貨 越來越多市值拉貨就起來 所以這支複製泰博的模式 你就可以去注意 OK 你知道上我們節目的來賓 我們都會把股票寄下來 好 你現在來回replay重播的 去年10月你有寄下來 另外一個節目 這個大家常講五窮六絕七上吊 很怕 這個時候剛好五月的時候 台股其實我們調查過 台股在五月份的時候 下跌的機率真的比較高 那這個時間點該怎麼操作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股票 最容易在這個時期 電到了三思 郭老師 郭老師常常跟我講 會買股票是什麼 土地 土地嘛 會賣股票 財事輸 對啊 會買重要 投資朋友他們都會陷入一個 突然市障 什麼市障 明明股票在跌的裝都看不到 那我建議那些投資朋友怎麼辦 跌看不到 漲你也不賣 你是想怎樣啊 對啊 就在精神病啊 漲你也煩惱要下去 那跌的你也煩惱 你賣不掉 就享受做股票套牢的過程 所以我跟他們說 你一定要做個小招 什麼小招 你下單前要看這個 把手機要放在這裡 你真的有小招放在手機裡喔 因為你要練成反正動作 是不是我的股票漲高了 有沒有 天啊 量大早賣點 你天天帶上去 這已經是覺得我不用了 就是教一些比較fresh的人嘛 你要養成距離 那你的股票他們看一下 中午休息的時候快 現在不知道大量啊 那敢言說我選擇出鉤 對 早賣點 創新高 如果要遇到前面的高點 又出亮了 先賣再講 你要克服貪婪 那再來說 師傅常常跟我講說 一日行情就是做頭的開始 像最近你看這一個 這上個禮拜 今天的強勢股變成明天的弱勢股 今天的買盤就是變明日的賣盤 今天信心強明天弱 今天台藥漲天板明天開低 你說如果個股都在演一日行情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知道說 你現在有重情心 有啊 已經持續兩三年 你的手要拔起來知道嗎 你只收養 收養你就當起來不要做股票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你要一定要注意 手機摔掉啦 應該比較難做股票 這一個說 一日行情按下去的時候 會麻掉這樣 不要下單 或是遠遠拿起來 那個電話線拔起來 不用下單 投資朋友真的會忘記 每個月10號之前是公佈營收 那營收好的股票 他就一定 誰會知道 一定主力先知道 市場派主力公司派 那我就看主力抽馬 開始有人在買 我就覺得 這型態底底高 有主力進來了 你就要注意 可以先買了 那營收公佈了 我賺錢1月18 你賺1月18還不要出掉嗎 當然要出掉 因為這是你做價差的 除非是你的長線股 很重要 有賺錢為什麼不出長 我常常覺得很多朋友說 他都陪我說 之前賺錢不出場 因為想賺更多 這大頭真貪婪 接下來每個禮拜 常常發生的 因為每個禮拜 是禮拜五之後會有 雜誌都要看出來 金周刊 財訊 怎麼樣 那其實雜誌出來之後 你想大部分 在投資圈的人 他會去看這個報導 他會不會先買股票 對 他會先買股票 對 那禮拜四禮拜五的媒體行情 對 禮拜一之後 像今天一樣 開高走低 那你覺得還有行情嗎 對 沒有了嗎 如果禮拜一很難做 你這禮拜就要小心了 那要出發了 不要走 今天難做 這禮拜就不要做了 因為禮拜四禮拜五 不說要碰到貨 什麼東西 不說中美貿易商 中美貿易商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市長常追加意願不足 那就不要買股票 所以四五應該比較難賺錢 怎麼會好賺錢 我開始要做功課 因為可能有媒體要公佈了 那媒體公佈了 一定有主力會先買 或是 所以四五之前 比較好賺錢 比較好進場 禮拜四禮拜五佈局 禮拜一可能 如果看出來說大阪還好 常會追加意願高 那我就有獲利了 你可以做到那一邊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像現在這個 那個中美貿易戰 你會建議大家怎麼做 保本為要 保本為要 你不要去猜 因為 所以現在有獲利的先賣掉嗎 沒錯 手上的有獲利先賣掉 不要等 那你不要賣有個原因 或是你捨不得賣 有個原因 你就想贏很恐懼 還要賺多少 我這個股票真的用啊 沒有受中美貿易戰影響 對 可是覆巢之下 無人卵嘛對不對 那你有賠錢的 股票你不敢出怎麼辦 對 打包出場 打包出場 包裹出場 不敢出 什麼叫打包出場 譬如說你有兩檔股票 對 剛飛龍老師講的 現在跌下來是個機會沒錯 對 可是這事件會影響多深多廣 我們不知道 對 可是我有錢 我就可以再 飛上來嘛 那你要有錢 你要先把本抽回來 那怎麼打包出場 譬如說一檔股票你賺一萬 對 另外一檔股票你賠八千 對 兩個交起來把它賣掉 打包出場 可是一般起來 你還是賺錢的 重點是破有 未有一定的現金部位在手上 沒錯 賠的也出去了 沒錯沒錯 你那保本為要 要砍得下去 對 是